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近晚上在社区中心报名参加多个兴趣班 都没有时间 其实那么小的事情 工程顾问自己决定就可以吧 我信得过他 不要马马虎虎假手于人 尽管工程顾问能相信 业主也一样需要积极参与 最终还是要由业主下决定 其实这次开会是绝对有需要的 工程顾问要问业主了解标书还有没有需要加减和修改的地方 然后确认最终版本的工程招标书 另外也会在会议上讲解不同的招标方式 再由业主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招标安排 那要不要召开业主大会啊 法律上没有要求开什么会议 当然要视乎每栋楼宇个别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 例如开大会做确认 当然可以让多些业主参与 增加招标透明度和认受性 而且法团还可以善用这个会议 在正式招标前向业主讲解即将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 和工程承建商的角色及责任等 对呀 招标方式是否和之前招聘工程顾问的时候相同呢 没错 来 重温一下吧 招标方式通常分为公开招标和选择性招标两种 公开招标是透过公开的渠道 例如在报纸刊登广告 邀请承建商提交标书 而选择性招标就是预先制定工程承建商名单 只会派标给名单内的工程承建商 但要留意 其实廉政公署也建议尽量采取公开招标 这样做可以增加投标竞争性 以减低伪标的风险 完全明白 那我们要定例和确认评标准则 是不是要弄一份评分表呢 大致是这样 除了评分准则外 就要说明一些筛选的准则 例如什么情况下 该承建商不会被考虑等等 这些准则应该在招标前确定 还有一旦定例相关准则和条件 就不能够随意更改 以免造成不公平的情况 我们明白了 这些准则应该在招标前确定相关准则和条件 就能够随意更改 这些准则应该在招标前确定相关准则和条件